其實這個新賽季過後我發現傑米哥的普遍平均分都漲了 而且大家的打法也趨於統一就是喝4口酒 包括我現在自己打排位的時候碰到那些傑米哥也是的 就是偷雞喝酒偷雞喝酒就巡迴往復 喝到4口酒等他滿了4口就給你來一點什麼偷雞的震撼 什麼偷個指令頭偷個前動腳然後你突然人就消失了 我已經經歷了很多次了 你不要看說這個角色弱什麼的 你真的跟這個偷到4口酒的傑米打打看 你就知道那個壓迫力是什麼樣子的 非常可怕的你看這邊只得點成了 點完成這邊應該還要喝 統一打法的傑米哥殊途同歸 雖然一開始大家有些分歧 但是到了這個版本好像大家出奇了已經 你想幹嘛你想出空間 那麼這樣應該跳中條 應該是預判對手會起跳吧 想截一手 那Brosky這邊不答應啊 我們的怪人王還是有東西的 這一下中條直接一波到滿邊了 這個鬥雞用不完一樣的 只要隨時補一口酒鬥雞就有了呀 死的呀 很難打的好像 現在傑米哥找到正確答案之後 好像全都開竅了一樣 希望他有稍一日也能上宗師 感覺上宗師好像也就一百分的事情啊 對於他來說 說不定下個月 下個月就重置了 不一定等得到他了 好 倒了掉了 跳弱 直接吃對空 滑臉上 往後走 打拆 但是打到一個輕攻擊 哇 這裡你想偷你 有點過分了 現在傑米哥對於喝酒的這個執念 是越來越強了呀 好想來一口啊 來完這一口就上路了啊 斷頭酒了 這一口斷頭酒沒活路了 主王這邊手上有三氣的 現在隨便帶給SA1 看他後面的連段 我意思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連段是真地花呀 天哪 我都不知道怎麼連的 就看他綠衝輕攻擊綠衝輕攻擊 一直把對手打得扶空 太鬼了 這個 畢竟是Broski啊 Broski的連段一直都是這樣 從街霸舞開始就是了 他玩那個奧羅 是吧 對手一針關血 當中一個修正直接抬走了 都不給活路了 哇 這什麼 這裡發個波 然後OD的蛇形到臉上了 然後 先打中再接個球 這連段沒見過 啊 很神奇 我們還在關注這個雷電喝酒的時候 鬼王這邊突然就啟動了 一口毒 下好 中條給到 然後直接給SA 拿下 1-0 不愧是把所有的屬性 全部點在進攻上面的這個角色 在進攻能力上面是真的沒話說的 尤其是到了那個板邊 按錯一個鍵 就請你上去了 對於阿鬼來說 只要是 隨便什麼起手吧 打中人 你只要身上有毒的這個狀態 還可以直接把你臉弄死 來 黃兩下 這邊是不敢出手 等一等 啊 無敵空墊 夏總謠 去到第三口 來了 偷指令頭吧 沒有 只能先打 走直 走直 然後走直確認 有東西 然後跳弱 好結束了 這種板邊的前跳 碰到這種沒有生龍的角色的話 除了清防沒有什麼對空的招的 你按那種對空技來不及的 這時候已經鬼道一半跳過 你肯定是來不及按的 上來OD推檔推到大的 可以猛怪兩口 開心了 哦吼 反手帶一個生龍 又可以偷一口 開心 再來這邊過一個波 兩邊同時按出了藍房 現在好多選手經常會出現這種草莓 兩個人同時按藍房 都覺得對手有可能在這個點上會按牠 所以就出現了初期一致的一步 來了 喝到四口酒 結束了 我感覺已經到斬殺線了 他要準備把CA帶上 CA帶上的話 這個斬不掉 因為我們傑米哥的CA 如果不是黃雪的話 他的修正會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傷害有特別特別的地 我接下來就看他這一組 修正 呵呵呵呵 這個修正指令頭我覺得 應該要提防一下的話 因為對手是完全沒有鬥翅的一個狀態 他除了偷指令頭 他還能偷什麼的 沒東西能偷 好 上來第一口先灌到了 哎呦 這裡戰聽鳥想要截履充 沒能成功 下段加增 然後捅一發 前途腦之間回來 兩個人都試圖去金防對手 但是都沒金防到 有點可惜 但是兩口就下肚了 遊戲已經正式開始了 傑米哥說 我現在跟大家來到了同一水平線 要想超越你們 不當人 就得有第三第四口 那第三第四口在哪裡喝 就不得而知了 至少在防守狀態下 是不可能有喝得到的 喝不喝 直接潛壓了 往後拉一步 考慮到剛才這邊打的是一個輕的轉 不壓起先有點奢侈 跳弱 直接下段起手 然後TC接上 濾充的重拳 好了 開始了 整骨臉 哈哈哈 這個是傑米又臭又長 但是沒有傷害的臉 主要就是用來最終的斬殺 你看要是打不死的話 最後按一個TC接個SAE 怎麼都死了 反正兩千是可以打得到的 但這就是我們傑米哥的極限了 超過兩千不存在了 偷到一口 偷到兩口 哇 轉翻了 對手 只因為對手丟了兩個慢波 他已經喝到了三口 他應該這會兒毀得腸子都清了 傑米哥一旦到了四口 這遊戲就完了 這裡金房 哎哎哎哎哎哎 想要TC喝 痛失良機 毀得腸子都清了吧 下中鳥摸到腳 然後四口就 遊戲開始 正式啟動 直接掏一個猴子頭頭 綠叢的重拳打到了 TC 轉圈放倒 追過去 只要破一下房 遊戲結束了 前中鳥掛不掛 還是要前跳呢 前跳 到中鳥落地直接指令頭 中鳥一掌兩掌 接上CA 這個就算有修正也得死了 應該是活不了了 我們傑米哥傷害再不激 不是不是不是 還真真活得了 真活得了 真活得了 這你要能連死 你牛逼了好吧 連不死 誰得一個前跳 但這一次 落地沒有按鍵 現在怎麼說 我感覺鬼王有說法 先一個頭澤 有在小心的盯對手的生龍 盯了有點太久了吧 對手已經好久沒有動了 那你考慮動一動吧 那就沒了 我們下期視頻 再見